歡迎收看二分之一 歡迎來到女人的殿堂 老梁 有個問題困擾我非常非常久 什麼問題呢 我想請問你 是不是 天下所有的男人 都是那種講話很溫柔的女人 當然啊 對不對 女孩子就是溫柔 小鳥依人有話好好講 我們最討厭那種大小聲的 你以為每一個人生下來 就大小聲嗎 沒有女生生下來 就是嗓門願意這麼大的 一定是有事發生對不對 男生就是永遠講不聽一件事情 非得我們講三百遍才聽得懂 遍子我們都變得恰早 妳今天為什麼跟我們掏心掏肺 會講一些妳家裡的事情 就是有人一直買球卻講不聽 真的 所以呢 今天要聊的就是說 你們女孩子講說 你們是多溫柔婉約 都是我們男人把你們逼的大小聲 對 所以今天我們就請到了 天使溫柔婉 開始嗎 我要說話 這個好舞台劇 好好說話 滿腹委屈 好好吃 女人團 歡迎他們三位 歡迎 當然還有天生 劣根性很強 把女人逼瘋 我們聯合國行男 歡迎七位 如果有溫柔好女人 誰想做唠叨歐巴桑 然而女人變成恰雜母 真的都是男人的關係嗎 今天席男們將要一一舉證 來推翻這個道理 歡迎收看今天的2分之1牆 我們有分那個生氣的指數有多 剛有60 80 75 跟99 你覺得我們應該先看哪一個 第一的好不好 我們來看第一的 60%的是 這什麼 我們看一下下 問他什麼都隨便 然後閒東閒西超火大 有這種人嗎 有 就是有這種人 像我那天就跟我男友去逛夜市 然後因為很冷冬天 然後又下雨 然後我們兩個肚子都很餓 然後我說好 那你想吃什麼 我們趕快就是去吃 他就說 隨便 我沒有什麼想法 不然你想吃什麼我們去吃 我說我現在就是看你想吃什麼 因為平常都我在決定 我說你趕快決定一個 他說 就隨便 我說這裡沒有賣隨便 我就一開始不爽 因為我肚子也很餓 然後他說 那你決定嘛 然後我就想說好 沒關係 然後我就決定 我說那就買鹹水機 我至少不要在那邊冷 我就回家 至少我可以坐在沙發上 對 然後就是 翹著腳 嗑一下你的雞腿就對了 吃一下鹹水機 然後可以看個電影什麼的 是 然後回到家之後就說 可是你不覺得買鹹水機 有點失誤飽嗎 我覺得這件還好 沒有很好吃 就開始給我鹹東西 說 等一下 妳買多少 妳買多少 250塊 250塊鹹水機 你知道多大一包嗎 還好 還好 你看250塊 小娘都要帶自己一個人吃掉 對啊 如果是一個人的話 250除以20多少 125 125 速選不是什麼 風聲風 這位阿伯 你連速選都忘了這樣 最近是演一個失智的狀況嗎 這個是失智的頭 不是你們女人就是這樣 我有個朋友也是這樣 怎麼樣 我們產檢完了以後 本來她說她想要去吃麵 然後會說可是 你還有個朋友 對 可是那個麵 不是她下午都會休息 5點才開門 對 那比如說我們產檢完了 比如說是4點 4點半 那還沒開什麼 她說那她又很餓 那不然這樣好了 那我們就先去某百貨公司 新開的 我們想說去那邊美食街看看 也許有好吃的 對 去那邊好死不死 就是吃一個不合他意的 完了 你整個就完蛋了 第一 她沒有吃飽 她我想說 你看就是你不讓我去吃那個麵 你一定要我來 我這個百貨公司吃這個 然後吃不飽 那些怎麼辦 她就是一定要回去 那就回去吃麵了 那就回去吃啊 有沒有關係 可是這一攤已經吃了 你知道嗎 你朋友這麼口 等一下 值得 只是我的意思是說 但是你一直餵不飽他 是這個感覺嗎 是啊 就是你的錯 不是最後 沒有 我只是怕他很餓 想說那個店還沒開 那我們就去美食街 美食街走沒有打烊嘛 對不對 那誰知道吃一個剛好他又不喜歡 那你為什麼那個時候不買一杯 他喜歡喝的飲料 你們倆可以坐在那邊 好好聊聊天 她就是要吃什麼 而且要馬上 你給她弄的左拐右拐 她就是不要 第一次剛懷孕不知道 三個月之內 我覺得孕吐得很厲害 我就吃不下 然後曲哥就問我說 那你到底要吃什麼 怎麼會不知道 你們是先有後婚的 怎麼可能不知道你懷孕 不是啊 我是說要吃什麼 不知道他要吃什麼 耳朵打開 因為那時候的孕吐很嚴重 所以我根本就不知道要吃什麼 而且吃不下東西 所以我就跟他講說 隨便什麼的 結果你知道他 他叫我下車 他叫一個孕婦下車 好過分喔 然後就把車開走了 不會這個念頭 放了他心裡很久 所以你下次要不要試試看 叫他下車 他是沒開車 而且那個可能是你老公是有問題 但是大部分的男生像我一樣 就心好對不對 很溫柔對不對 非常好的男生 可以直接講正題嗎 這是事實嘛 因為之前也是這樣子 大部分的男生是好人 然後像我女朋友 也是這樣子問我 你要吃什麼 然後我都是跟他說隨便 為什麼 我想要讓他開心 讓他自己選 他會比較開心對不對 對 讓他兩個月 每一次都是他選喔 難道我就是說 算了 我這次出個意見好了 他問我 你要吃什麼 我就說 我要吃一個美式漢堡 你又要吃美式漢堡 你每一次 而且講這句話 你每一次都是要吃美式漢堡 我想說我是兩個月 才出意見一次 我這樣子也不能吃嗎 所以你的血壓 你真的不適合美式漢堡 他是為了你好耶 我想要請問一下 依他的血壓他應該吃什麼 他應該吃 比如說 就是做得很像肉的豆腐 這種的 難怪他一直說 素漢堡 但是我不懂 但是那個我不想吃 我是百分之九十是給他選 我一次出意見 就是變成我很自私 這樣是對的嗎 人家偶爾來一次 不行嗎 會不會女生講話 都是喜歡誇大其次 每次都說你看你 我講了三百次你都這樣 對啊 可是我覺得男生耳朵 真的是有點不太好 我記性也兩次不差 對 明明你自己講過的話 你都忘記了 然後跟你講三百遍 你還是聽不進去 就耳朵都長豆皮 製作單位打電話給我 然後問我了一些題目 但是我發現都跟我前兩天 帶著老婆小孩去台中的事情有關 就這些事都在發生在我 兩天的旅程當中 譬如說隨便這個問題 我太太就問說要吃什麼 我說隨便 可是我說了隨便這兩個字的時候 其實我是希望她可以想一個說 我知道台中有一個什麼很好吃 你老婆台中很熟嗎 她是台中人嗎 沒有 好 那我這樣子 我要再往更前面講囉 因為我拍戲拍了一整年 我都沒有休假 是 所以我好不容易知道我要休假 就在半個月之前 我知道我兩天空檔可以休假的時候 我跟他說 好 這個幾號跟幾號 這兩天我可以休假 我們一起到台中去玩 因為你也出不了國 那個時間太短了 所以我把 我只要出人 出錢 很好 對 然後你想想看小朋友想去哪裡 你想想看你想去哪裡 你有沒有想跟朋友見面 你決定 我回來說早餐的事情 我講隨便 因為我想說 我太太應該已經是胸有成竹 她已經知道台中可能什麼東西 什麼地方有好吃的東西 已經幫你Google 她這樣說那我要吃那個 我已經說好啊 那我們就去吧 我就只要當很笨的遊客就好了 結果她說 我們去吃美而美 我說 我大老遠跑到台中來 我早餐 這不一定喔 台中的美而美可能 每一家的美而美都不一樣 你們怎麼用這種口氣鍋呢 對啊 我老婆也是這樣講 對啊 可是不可能美而美 她就是美而美 對啊 都差不多嘛 而且搞不好她的冰紅茶 就有台中味又特別好喝 沒有… 我知道北部有 北部有北部早餐店的特色 譬如說中南部有什麼丹丹漢堡 那種算是在地的那個 在地品牌 那個我覺得OK 因為我 沒吃過 來把聳 我沒吃過 我去吃那個 OK 可是她要吃的就是 那個甲棒就跟台北的甲棒 是一模一樣的那種早餐店 所以我就覺得 好 沒關係 好 就去吃 就去吃 好 中餐 總有新花樣了吧 中餐 台中很多很好吃的東西 很多… 她帶我去吃 白貨公司美世界 我們走進去的第一眼 我就覺得 為什麼我人在台中 而且呢 我已經一年沒休假了 我有兩天的休假 我想要跟你或是跟小朋友 我們在台中吃一些不一樣的 吃喝喝的 對 有一個不同的感覺的 你可能只有跟她說我就是 你乾脆拉劇組便當給我吃飯了 沒有 因為你跟她說 我們可以全家在一起 你們確實是全家在一起 是全家在一起 我講了就是 為什麼我會講隨便這兩個字 你們大家都從前面就知道了 因為我把決定權 全部交給她 OK 結果我覺得 我覺得也是因為你老婆 可能要顧那兩個小孩 其實她也沒有太多的時間 去做功課 可是我覺得是女生不懂 因為她們就不去看情況 就有一次我在開車 然後女朋友就打來說 晚上有一個聚會 然後這個是她朋友安排的聚會 可是她要去看餐廳之類的東西 然後我已經跟她說我在開車 因為她也停到我在車上 那一次要跟我討論一下說 今天晚上要去哪裡 去日本料理的店或是什麼 這個有機會 然後可能是我們去這個店 我們要花多少錢之類的 然後到後面我就跟她說 沒關係 隨便你自己決定 那個不然你就去那個 你剛剛說的那個泰國店 然後她就開始很豁大 我說 我完全沒有提到什麼泰國店 你根本就沒有在聽 然後我就跟她說 我想要再開車 而且這個情況是 你們自己要安排 我又不知道你們要吃什麼 所以如果她沒有提到泰國店 你為什麼突然多了個泰國店 因為她有跟我說 我印象中她有跟我說什麼 有一個地方是有那種 泰國語的 對 就是這個 我覺得凱傑是選擇性拚的 拚她想拚的 台灣女生 她們喜歡這樣主導地位 有嗎 有 所以例如說 妳今天晚上 妳來決定我們要去哪裡吃飯 好不好 所以我提到三個餐廳 後來她就說 這不好 我們都吃膩了 我們去吃那個泰國菜好不好 她要給我那個感覺 我是男人 我可以決定 但並不是這樣子 女生命名就知道要去哪裡 還去問意見 然後其他意見 是尊重你們 問意見 你們很多時候想要什麼 是你們的事一樣 我覺得那是尊重 那是會先尊重你們 都給妳貼幣 貝莉姐 妳的音量一定要那麼高嗎 沒有 我是貼身大嗓門 OK 掰 搞不好有什麼事情 讓她突然變成這麼大嗓門 因為我記得我們當時候 一起上班的時候 她也是微微諾諾的一個小女人 真的 不知道為什麼嫁給虛哥之後 這十幾年來改變很大 你說那個時候童秀娟還是知名夜店 門口代位領台 我跟你講 她們都是要挑選過的 怎麼會選到她 好快喔 妳要人家不大聲都很難 她有生氣 然後她有生氣 趕快來看百分之75是什麼 75就是 好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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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75的是 碎唸 囉嗦意見多逼得女人快發瘋 真的很碎唸 是不是想講一集是不是 真的 就是連生活的小瑣事都可以很碎唸 然後很囉嗦 譬如說她會說 妳的手把為什麼會濕濕的 這種小事 妳的手把是什麼 就是家裡面的那種手把 哪裡 比如說那個 喇叭鎖 或喇叭鎖門鎖 那為什麼你們家的喇叭鎖會濕濕的呢 那可能是洗手沒有擦 沒有擦 不然這手把可以幹嘛 這有什麼好碎唸的 妳懂得意思嗎 或者是蓮蓬頭沒有放好 那其實蓮蓬頭沒放好 也不是只有它才發生 我洗澡的時候 我也遇過打開蓮蓬頭這樣衝 直接衝到我臉上 可是這種事我不會去講 我只會把它做好就好 然後可是就像連送小孩這件事情 我覺得也是 我覺得就是 譬如說有一次 我早上6點多先送老大 去故宮那邊 他要去學校 然後再折回來 7點半以前要送老二 然後這中間的路程 可能會有塞一點車 然後那一天我就差不多 快到的時候 我就打電話上去 我就跟他說 爸爸那妳把妹妹 直接送到那個一樓好了 我在一樓直接接他 然後我就直接送他去學校 這樣比較快 然後他就跟我講說 我覺得還是不要 還是B2好了 那我就說OK啊 那就B2嘛 可能他覺得B2比較方便 那我就覺得OK 這樣就可以結束了 結束我們的對話了 因為我人已經快到了 結果他就沒有 他講完B2之後說 不是啊 我跟妳講 其實我跟妳講 妳每次送到那個一樓的時候 那個巷子很小 那個來回會車 我說我難得已經快到 他還在那邊 我說好了 爸爸我快到就這樣了 我就突然很大聲 然後就把電話掛掉 妳沒有聽完他講最後一句話 哪一句 就是說 把小孩送完之後 妳可不可以把自己送到鵝鵝鵝鵝 我就是常常沒有聽到重點 所以我們的婚姻才可以持久 妳懂嗎 我這邊也有 我老公 我們第一次去日本大阪 自由行的時候帶我兒子 我兒子那時候三歲 整理行李的時候 我就跟他說 三歲這種不大不小的年紀 妳一定要帶推車 我老公就說不用 我老公說不用 三歲男孩子就自己走 我說不可能 他就說要出去玩 就是要自己走 結果到大阪的時候 我兒子呢 在地鐵坐在那邊哭著不走 然後所有的電梯口 他都坐在那邊擋住別人 然後都不願意走 然後到處就大哭 因為他很累 然後到後來我真的受不了 我說妳自己解決啊 然後我老公就說 一開始先罵他 妳站起來 妳男生怎麼可以這樣子 不可以啊 妳站起來什麼的小孩啊 然後我老公說 妳站在那邊哭 走到前面去 我兒子還在哭 自己過一下就走回來說 好啦 爸爸背妳 他從頭到尾就背著我兒子 還背著我兒子 上合掌山的雪山 其實 日本買推車也是滿方便的 對 變得 對啊 再買一台就好啦 便宜的 這一次我們去澳門過這個跨年 然後呢 我多了一個一歲的妹妹 兩個人了 應該要帶推車了吧 必須 是不是 然後我老公就說 對 要帶推車 但你知道嗎 我們這次住的是喜來登 喜來登是什麼 五星級大飯店 五星級大飯店就是什麼都有 什麼都有的地方 你還要帶推車幹什麼 你就用借的 你就叫他送過來房間 他就有推車了 我說那萬一沒有呢 沒有萬一 這就是五星級飯店 我們付這個錢 我們就會有這種的享受 我跟你講 還有嬰兒床他們也會有 奶瓶消毒器 這都會有 這個網路上應該可以查得到吧 我打電話去問一口牙 那會有新媽媽嗎 有喔 不會 但好死不死 因為是跨年 12月30號 都借完了 我們去Check in的時候 他就說 已經借完了 你要用預約的 然後我就說你看吧 現在小孩怎麼辦 一個四 一個五歲 一個一歲 沒有人要走 然後澳門又是在逛啊 就幹嘛 我說沒有人要走啊 然後我老公就說你下去問啊 每天起床就說你下去問啊 晚上要睡覺的時候說 打電話給客服問他說 有沒有人退了 有沒有人退了 每天就在我旁邊睡念 我覺得女生也有很多意見 像我韓國前院一樣 最近我們兩個一起去玩 大概四天 我們已經講完了 他準備第一第二天的行程 我準備第三第四天的 然後結果最後的一天 他就開心不爽了 為什麼 我問他為什麼 他就說你看 你看我們第一第二天 很好玩是不是 對 吃很好的飯店也是很好 但是我的第三第四天呢 我什麼都沒有做 就是一直去爬山啊 吃泡麵這樣子的 因為為什麼 他們是第一 他的第一第二天 他已經用 把所有的錢花掉 對啊 畫完了 剩一點點而已 怎麼這個行程 聽起來跟賈斯汀所有的行程 好像喔 爬山 吃泡麵 去一些不用錢的觀光景點 而且他也要知道 每一個人喜歡的不一樣啊 我喜歡去爬山 那當然 他有可能不喜歡 但是我們是什麼 情侶嘛 要互相配合嗎 所以你們是互相不了解的情侶嗎 他不知道你喜歡爬山嗎 但是有時候他要聽我 我喜歡的 他要救我喜歡的 我覺得啦 女生我就覺得本來是很誇張 是因為我覺得 你在說什麼 我們有賽車 女生開車本來就是危險 哪裡危險 危險 我的經驗就是這樣子 然後結果呢 我的女朋友 你明確來坐我的車 怎麼還沒噴啊 奇怪 不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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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啦 我跟你講 因為我的經驗都是這樣子 我以前女朋友喜歡開車嘛 然後有一次我們要去宜蘭 我們要去那邊玩 然後他就說好 我今天來開車就好了 我說好 可是我就知道 他開車有一點複雜 我就不知道他要怎麼 怎麼路 怎麼走啊 然後要一直看GPS 一直拿著手機怎樣 我就覺得很危險嘛 對不對 快到那個宜蘭的時候 他準備油轉 他準備油轉 還是要再看手機 因為他不知道路怎麼走 然後他沒有看到那邊的人 他們在過馬路嘛 那快碰到那些人 然後我就跟他說 我就很兇跟他講 為什麼你要現在開車 你知道本來現在很危險啊 然後我那個時候 我跟他講非常的兇 然後他才可以把這個字 分在他的腦裡面 因為這個不是第一次我跟他講 我還有另外一次我跟他講 可是那一天我就是很貼心跟他講 寶貝 如果你要開車的話 拜託你不要啃手機 因為這個很危險 可是我是親愛自己跟他講 他聽不…他沒有聽 如果你真的很起結的話 你應該幫他砍導航 跟他保路 會啊… 沒有啦 我也是在忙啊 沒有啦 後來從那一天之後 你在忙什麼啦 從那一天之後 如果要飛單 你就可以自己騎腳踏車 如果你不會很兇跟女生講 他真的不會聽 所以你覺得一定要兇就對了 很兇 所以就像我們女生也要兇 跟你們講話你們才會聽啊 沒有了啦 女生 那麼兇幹嘛 我是軟不自音 剛轉過來的 還以為你真的是車長小姐 他那是晚娘臉 真的 不要撿票了 沒寫我們 像我們家的小孩子 就是都是我在洗澡 對啊 然後像 可是老婆就是意見非常多 就是哪裡沒好啊 反正都是 就是卡到白白的東西這樣 然後上個禮拜我很 非常的累 然後我就叫老婆洗嘛 然後老婆說 好啊 那就我來洗吧 然後我就洗一洗 然後就是他不小心滑倒那個 小孩子整個掉下去水裡面了 對 然後就 容易的過來這樣子 那都是你的錯啦 反正都是 都是講我的話 對 只是他自己不小心滑倒 對 然後這樣 都是一直罵我這樣子 女生很容易這樣子對不對 我們男生做什麼都是我們的錯 他們做什麼也是我們的錯 對 真的很出心 然後龍也已經幫他兒子洗雞雞了 洗完 他老婆還要 翻開來檢查 然後檢查不過關要罵龍也 這個本來就是他的錯 怎麼不罵龍也的 翻開算了 下流 看一下生氣指數80的題目是什麼 我覺得他最近老婆要生的壓力 有點大 他有點氣笑 第三七什麼時候啦 懶惰虛榮找藉口 把女人當擋箭牌 真的 就是應酬的東西 他譬如說他自己不想去 然後他就會說 我今天還是不要去好了 那不然我就是推掉 然後他推掉的時候 他還在我面前打電話 他還說 我跟妳講 我今天就不去了 然後人家當然會問 為什麼 因為Vicky現在在發飆 超生氣的 沒有 他還不是說這樣 他還說 因為等一下Vicky要出去 還要做自己的形象 她也說 妳每一次大家都認為說 妳又把老公放在家裡顧小孩 變得朋友都會覺得我很不上道 為什麼 對 因為像我男朋友也是 就是譬如說他朋友 要打電話跟他說 我們今天就是想約一約 就是出來喝酒唱歌這樣 然後他也都沒有問過我 他就直接在我面前接電話說 可是不行耶 明天那個 我女朋友要上班 我明天一早要送她去新竹工作這樣 然後我這樣總過來看 她想說 我明天明明就休假 妳幹嘛要撒謊 然後過到電話之後我就說 我明天沒有要上班 我明天休假 他說 沒有 我不想去 我說妳不想去 妳就說我不想去 就好像說不行 這樣子兄弟會覺得 就是不OK 我不能直接說不想去 一定要找個理由嘛 但別人就會覺得 我是一個不好的女朋友 就是什麼 對 不好相處 緩得很緊 對 就覺得很煩 男生們 為什麼你自己不想去就不想去 幹嘛要拖另外一半下去 還不行 還要把好人坐在你身上 你們交的男朋友都是你身上 很不Man 來…我們聽一下 剛剛有這句才十分貝 可以講大聲一點嗎 再講一下 我的喉嚨 怎麼會這樣 講大聲一點 快點 你講大聲 你剛剛那句是什麼 什麼 沒有啊 就是 本來也是啊 因為我老婆她就是 她懷孕嘛 我們就是要在家照顧她 這有什麼不對呢 Mountain你說怎麼樣 幹嘛突然轉過來啊 這一次去台中 我讓我太太安排嘛 然後呢 我說 這個住宿我們要住哪裡啊 我本來是想說 我們就去住個飯店 然後呢 大家就是家庭房 兩張大床 對 這樣子 開心 結果我太太在我們臨出發之前呢 她就跟我說了一個地方 我說這裡是哪裡 她說是我表姐家 我表姐家 我說妳表姐家 妳表姐家可以嗎 我說可以啊 因為我表姐呢 就跟她先生兩個人住在一起 然後住了40坪大的房子 所以有足夠的空房間 我們就住到那邊去 妳看 我幫妳省錢 很棒吧 他們特地去買了 台中很有名的熱炒 她表姐的先生很開心 這時候酒就拿出來說 想說喝個兩杯 是不是 妳五三瘡嘛 喝兩杯 噴嘛 對… 我說 我還來不及反應的時候 我太太說不行 她還要開車 我說 我要開去哪裡啊 我沒進到了啦 那個時候 那個時候 所以她是一個反正性的動作 人是反正 她只要有人在我的時候 不行 她要開車 那我說 那時候我不是說像剛剛大喊 我是整個人翻白眼 我說我們人不是已經到了嗎 而且我們今天 哈囉 我們今天寄人籬下 哈囉 而且主人還買了12道大菜等我們 哈囉 後來咧 我說 就變成這個樣子 你懂嗎 女生 她們有一些女生真的是有問題 我只能這樣 你才有問題 她們本來 不是 杜莉可不可以不要接在我講 你今天穿紅塵這樣 你會不會接在我講我太太的故事 你要不要承認你太太有問題 沒有…沒有問題 你知道嗎 我自己的一個女生也是這樣子 她有一次 因為她朋友從南部上來 那要上來 她就說 我這個朋友要上來台北 你覺得如何 如果她住我們家如何 然後她就說 OK OK 沒問題 她說 但是你覺得她住我們家會不會太急 然後她就說 也還好 但是這個禮拜不是有很多事情要做嗎 我就說 也還好 她說 好… 她還是打電話給她朋友 就說 不好意思 這個週末你上來有點不方便 因為杜莉她最近工作滿多了 然後我怕她這個禮拜 如果你上來 她回家可能要休息一下 然後就是有點不方便 我想說 我不是已經跟你說OK嗎 她說 我不是一直問你這些問題的原因 就是你要幫我想原因 不讓我的朋友上來 這樣是不是很過分 很過分 如果你不行 杜莉 哪裡過分 因為你跟她朋友又不認識你 為什麼一直堅持要她來住你家 因為她那個朋友這樣還滿OK 對啊 她來住我們家也是好是啊 你是想看那個朋友這樣 對啊 你這是心有其他的意思對不對 沒有…我就是想要 這還不配合意圖 沒有 我就是想要 多認識一下她的朋友 你一定有其他的意思 所以今天才穿得那麼喜氣 沒有 我了解 因為這個真的很過分 而且我有類似一樣的經驗 而且那個時候我很生氣 因為我前的女朋友她有一次 你前女友的故事是不是可以講12年 像康熙來的一樣 12年 對… 那個 我跟你講 那個時候她的朋友更好有勝利 那個是禮拜五的事情 然後那個時候她一整天都在工作 然後到底她就很累 她就跟我說 寶貝今天我的朋友的勝利 可是我真的不想去 我就跟她說 你明明跟他們講 你不想去就好了嘛 就是直接講就好了 可是她說 親兒子不行 因為親兒子被罵 還是被罵 然後我就跟她說 那你選辦法就好了 結果她就 以後她電話給我跟我說 寶貝 我就跟她們說 因為我們今天吵架了 所以我的男朋友不讓我出去 親兒子 然後我說真的很過分 因為親兒子 他們就覺得是壞人 對不對 對啊 你要相信我 她說她要跟你抄架 她朋友一定會問她 是喔 你們吵什麼 然後她就說 因為飛丹尼在外面一直偷吃 然後就一直叫你壞話對不對 對 壞話 對啊 你們是不是交到同一個女朋友 都是不對的東西 所以這個就不對 因為女朋友不想說實話 就飛丹尼別人是說 很愛關女生 然後又愛跟女生 吵架的那種人對不對 對 可是本來不是這樣子 你知道嗎 之前我交了一個女朋友 然後她是因為 想要來台北生活 就搬上來 然後她的媽媽 然後她就不喜歡她 一直在台北 所以她有跟她媽媽說 然後後來 她的媽媽也是有傳訊息給我 然後就開始開頭那個訊息就是 拜託你放過我女兒嗎 就要講我話你知道嗎 然後我在說莫名其妙 是你自己想要搬來台北 也不管我事 你幹嘛 你不能很誠實 跟你媽媽說話的話 為什麼還我好像當話語一樣 那種感覺 對 然後這個也害我平時說 我沒有辦法跟他們父母溝通 對 這比較不好 然後另外 她自己也會 就因為心情不好 不想要去上班 要我打電話 就跟她老闆說 她生病或是那種東西 不是 你是一個大人 你已經過了20歲 你幹嘛要把所有責任 就是有在別人的身上 要別人處理你的問題 我們今年本來就是準備要換一部車 是 然後去看車看很多 我老公跟我講一句話說 寶貝 我算了一下 我們家的這個經濟狀況 我覺得我們可以買一台 好一點的雙B的車 因為她老婆楊皓如 必須的好不好 然後她就說而且 換一台車之前要不要先 今天這句話最公道了 我跟你講她還真的耶 她還買新車的時候 還把我們家推車拿過去 真的試試看後面放不放得下 她有在順從我的意識 然後她就跟我講了一句話說 她說我希望我的人生 我是一個男人 40歲之前 然後我就覺得那也好吧 陪她去看了一輪 其實很多百萬名車都看過了 最後她決定要買的是賓士 然後她買了賓士之後 她又開始覺得自己好像有點暢秋 因為這樣開去公司 老闆 客戶看到 老闆 你賺很大喔 被家族長輩看到 長輩會覺得說 貴老闆賣 對啊 怎麼不多存一點錢 小孩都兩個了 怎麼不想換房什麼 長輩又會念 所以她就把我拿出去當擋箭牌 而且這個事情我還不知道 所以有一次我跟她的公司同事碰面 她公司同事看到我才說 你知不知道 Michael真的很愛你耶 他真的對你很好耶 他說因為你在這個圈子 你在這個演藝圈 人要衣裝 佛要精裝 他說你需要 他每次來接你的時候 停在電視台門口的 就是一台賓士 所以他就把家裡的這個開銷 挪了拿來買這個雙B車 來接你下班 他說因為他說你們演藝圈 每個人都開好車 你也不能輸 你這樣要求他 沒有 有人是 每天坐騎乘車的 對啊 他就把駕禍到我們身上 然後在他們家 我跟你講 男生 男生對車就是很難抗拒 屈哥也是 就是他自己的夢想 然後在我這邊說 我想買一個車 然後在外面說 我老婆你知道他在演藝圈 演藝圈都是這樣子 妳又想講屈哥怎麼樣 妳可以放過屈哥嗎 不是 他就很愛講說 他為了我好 要多愛我 多體貼我 然後買了一部車給我 可是重點是那個車子 也不是我想要的 因為我其實這個人 對車子的慾望真的沒有很大 一年整年都來接我 也不過就兩次 沒有 我真相 那兩次都很安全對不對 那其他都很安全 只有安靜那兩次有什麼用 那兩次 你們男生自己老實說 是不是覺得老婆說的這句話 非常的好用 金銘湛有沒有 有 是不是 龍爺有沒有 有 你有沒有什麼例子 其實我老婆說的這個 這句話真的非常好用 因為我每次用這句話 因為老婆 我老婆很兇 大家都說 有一群朋友每天 就是約打籃球幹嘛的 可是我下班就一兩點嘛 老婆說真的可以去啊什麼的 可是我自己真的寒冷 所以我跟大家說 老婆說不准去 對 那就這句話的話就是 大家都不敢說什麼就這樣 咱們來看 生氣指數99%的是什麼 你這兩天知道你會感 你回去敢對你老婆這麼 啊啥 你說我以為這個是她的臉是不是 對 怎麼可能 會更大一點 剛剛腦海中就是 沒有 來 99會讓人家最生氣的是 講好的事情做不到 逼得女人很抓狂 對 尤其是生活中的小事 因為以上剛講的就可能偶爾會發生 比如說偶爾去台中玩 偶爾拿 就是女朋友來當擋箭牌 這是偶爾發生的事情 但生活中的小事是天天發生 比如說 上完廁所之後 永遠就是馬桶蓋旁邊一圈尿 然後馬桶蓋不翻下來 然後不鎖門 那因為我之前就是我一個人住 我單身的時候我一個人住 所以我出門一定會鎖門 然後我起床有一個SOP就是 起床之後會折背 然後刷牙弄一弄出門 我回到家就是鎖會開兩道 你就會知道說我媽有沒有來 或者是家裡有沒有 譬如說小偷或什麼的 然後就自從我跟我男友交往之後 他 就第一次發現他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已經請你們 我以為招小偷 沒辦法 一定要責備 我覺得你這個想法 你這個想法真的很好 像我也 活到目前為止 我真的沒有辦法做到 把馬桶蓋拿起來 然後再鎖我自己 你這有多危險嗎 那多 哪裡 危險在哪裡 不是 就是他沒有把馬桶蓋放下來 就是女生半夜就是睡眼朦朧的時候 上廁所會跌下去 對 會 這很危險 沒有 所以我馬桶蓋 就一直擺在那裡 就是你隨時屁股可以坐下去 但是我還是會 尿在馬桶蓋上面 那你家裡就睡得太多了 浩如有嗎 也有 因為我是兩個小孩 然後交代男生的事情 我老公就是沒有辦法辦好 我第一個孩子一歲的時候 兩個就沒辦法 像隔壁那四個不得了 對 是不是 所以我都不交代的 第一個 我第一個老大一歲的時候 周歲是很盛大 都要抓周什麼 然後那時候我是請育嬰 嫁留子提醒 所以我小孩的抓周趴是我來辦 訂了親子餐 聽請了所有的親友來 很盛大 然後兵主盡還 非常有面子 然後這一胎是妹妹要一歲了 就前幾天1月9號的時候 那因為我這一次是在上通告 我沒有什麼時間 因為大家都錄春檔比較忙 那我老公是外商 他剛好這一陣子最閒 他老外從12月25號聖誕節開始 老外就休假 一直休到跨年 那我就跟他講說 那妹妹的這個周歲趴就該你來辦 他一直到12月30號跨年那一天 我們在澳門 我問他說 你台灣的餐廳訂好了嗎 他說沒有 我說那9號妹妹就要過生日了 親子餐廳呢 然後你有跟大家通知好嗎 他說沒有 回去再說 我說你約人家來我們的 你不用先講嗎 餐廳你覺得隨時要包場 你就包得到嗎 他說沒那麼難 好回到台灣了 1月9號生日 1月8號 我問他說明天要去哪裡過 他說沒有弄 沒有弄好 然後我就說那妹妹呢 妹妹的生日抓抓在哪裡抓 他說那不然這樣好了 那個我們那個1月8號晚上 就去哥哥的那個上的籃球課 籃球場隨便過個生日 買個蛋糕去籃球場過好了 他說不然也來不及了 然後我已經一把火 然後我就說 我說好吧 那我通知一下他們籃球場的那些同學 小朋友爸爸媽媽 說我會帶妹妹過去過生日 然後也都跟那些家長們 也都講好了 小朋友也都知道 今天去上籃球課的時候 有一個同學的妹妹要過生 下課之後有蛋糕可以吃 對 結果我老公到籃球場的時候 因為我是下完通告趕過去 然後我婆婆把我的小孩帶過去 我一到籃球場 我就看到我老公兩手空空 我就說蛋糕呢 我老公就說 我沒有時間買 好 我說今天 我真的是 我說今天是 妳老公是林書豪嗎 他說我沒有時間買 那我就說 可是我跟全部籃球場的小朋友 都講好了 太不用心了吧 這可以訂這樣就要便宋啊 然後我老公就說 反正明天啦 明天1月9號早上 我們在家吃個早餐 隨便自己過一過就好了 我說不行 全部的小朋友今天都知道 家長都知道 妳們兩個溝通有問題耶 然後每個家長都來問我說 就有媽媽提了一大袋的樂膏 要給妹妹的 還有人有包紅包 要給妹妹的 妳連蛋糕都沒有準備 對 然後最重要的是呢 還有媽媽去問 還有媽媽問我老公說 妳今天怎麼會連蛋糕都沒有 如果你真的來不及買 妳趕快App我們一下 我們其他家長先買一個 因為我們來上籃球課之前 每個小朋友我們都說 趕快吃飯 趕快吃飯 等一下上籃球課有蛋糕要吃 每個小朋友今天都好高興 遇到了很久 對 然後那些媽媽就說 妳就App一下我們 妳沒時間買 我們也可以去幫妳妹妹買一個 沒錯啊 然後我老公就 我老公還回他說 這件事到底要講幾遍 講夠了沒 那就是沒買啊 他就是 要別人媽媽這樣講 純心要拚了就對了 我不在乎 拚未來是不是 他就說到底要講幾次 他說這件事要講幾次 就是沒買啊 這真的很過分 但是妳老公有一部賓士車 對 妳應該找機會把它燒掉或吃飯 這樣我們小孩沒有吹車跟蛋糕 妹妹好顧慮 那些禮物都還是前一天人家送了 就是在家自己就隨便抓一抓 然後但是哥哥的時候 我是去 然後你看這哥哥 哥哥的時候是在餐廳 皓如 如果回到第一章 我看到妳女兒抓周的 其中一個選項是電文拍 那是什麼 那是什麼 雨球拍啊 什麼電文拍啊 那其實是木蓋 電文拍也OK 清潔公司總經理也OK啊 就是電文拍 不是 那個紅色的 很像是垃圾桶還是什麼之類 紅色的那是那個油桶 那個油桶 存錢的 就是可以當公務員 以後長大成為歪腰油桶 對 公務員女生很好啊 然後哥哥的時候 我是包一整個餐 大家在那邊 生完兩個都這樣 不知道生了四個人 到底會怎麼樣 這只是蛋糕一件小食而已 對 其實他也答應我很多的小食 他又在外面讓人家覺得說 我不喜歡他演舞台劇這件事情 妳老實說 妳喜歡嗎 我也覺得很過分 其實他要做什麼事情呢 我都會百分之百支持他的 只是他前面一直在跟我說 他接完 比如說已經好幾年前了 就一直開始說 他接完今年的 他就不會再接新的了 可是從 從 他接了舞台劇之後 他每一年都有新的舞台劇 是新的嗎 還是舊的一直在重演 不 也有新的 因為妳就一直生啊 他就有經濟壓力啊 他還是 舞台劇其實 其實是 為什麼前面會比較生氣 就是他接舞台劇 因為我覺得他推掉很多 真的賺錢的機會 所以被其生氣的是 曲哥每天都在忙 但是又沒有賺到錢 如果今天曲哥是接工作錢很多 他一定不會說任何一句錢 沒錯 沒錯 妳懂女人心 好啦 沒有... 沒事啦 只是說 眼光真的很短淺 不是 只是我 沒有 我前... 我承認 我承認前面兩年是很短淺 因為我覺得說 因為真的有經濟壓力 對 他不懂了經濟狀況的壓力 我覺得他過得太好 他命太好 因為有我在後面支撐著他 然後 好 我講重點就是 我的重點是 我為什麼會生氣是 你不要每一年都告訴我說 你不接新的了 可是你最後還是接了 去年底也是答應我 答應到打電話 他直接在我面前展現決心 說明年有兩場大戲 他絕對不會接 他在我面前展現決心 就是打電話 直接打電話 有轉機頭嗎 直接傳簡訊給劇團的老闆 都已經拒絕了 後來沒多久他又告訴我說 我跟妳講一件事 他已經跟我講這樣 我跟妳講一件事 妳不要生氣 可是我就已經知道 他要跟我講什麼事了 他就說 我整個人就 我整個人就 踢出去的是空號是不是 翻白眼之外 我就繞了一句話 我說沒關係 你從今以後 你就是放心去演 你不要再跟我講 你不演舞台劇 這幾句話了 我覺得女生本來 真的不懂男生的事情 我每個禮拜日 下午3點到5點要踢足球 所以我有跟他講 好 我們6點在家裡吃飯 上個禮拜啊 我們5點在 我們的比賽平手了 我們一定要把它踢完 我們要做演唱賽 然後我不能接電話 因為我們沒有後部線索 所以結果我太晚回家了 大概6點半 當然他的食物全部都輪掉了 他還在等我 我超生氣 我跟他說對不起 那我解釋為什麼我太晚了 因為年槍賽什麼什麼什麼 但是他完全不懂 這樣子什麼 怎麼說 男生的勝負的世界啊 我們一定要硬還是輸 我們沒有拚手 你懂為什麼 硬還是輸 比拚手重要 你不要怪我們男人 因為我們一次只能做一件事情 因為我們男人跟女人的腦袋 也不一樣 所以你看那個有腦跟做腦 然後中間的那個部位 女的比較大 所以他們可以 兩邊都可以比較快一點溝通 所以這是為什麼女生可以做 一邊講個電話 一邊傳簡訊 或者一邊跟前面的人聊天 一邊開車一邊開車 對 一邊開車 這個不OK 不OK 你也要講好你自己的事情 因為我有兩件事情可以做 我可以一邊吃一邊喝 我什麼都可以 不要這樣 你們都說台灣的女生 主導性比較強 難道在國外就不是嗎 還是你們真的在國外 都比較喜歡溫柔的女人 還好 我想要有一個平衡的女生 就是她需要兇的時候可以很兇 她想要溫柔的時候 就是要很溫柔 像我們黑人的女生一樣對不對 我看到黑人的女生會兇 沒有 他們在外面可能會兇 就是需要兇的時候 他們可以很兇 你的意思是說 黑人的女生回到家就很柔順嗎 他們回到家很會照顧一個男生 請問一下 你媽媽跟你爸爸講話很柔順嗎 我跟妳說我們家有六個小孩 妳覺得我媽媽不好照顧我爸爸嗎 我想要看 等一下 你媽媽怎麼照顧你爸爸 他們都在他們的房間我不想知道 但是我可以講到我自己的經驗好不好 像我之前在美國有一個 黑人的女生的朋友 一個女朋友 我們去餐廳 她就是很有氣質的那一種 穿得很正 你會覺得好棒 那天菜就是什麼都很OK 但是那個菜一出現是錯的 然後她一開始就說 不好意思 這不是我們點的 那個服務生就說 不好意思 這是你跟我講的 他說 No it is not 我一定跟妳說 這個不是我們點的 然後I told you I told you what Don't make me tell you again 好黑喔 為什麼 那個服務生就說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馬上幫我換 所以你看 有時候女生就是要兇一點才有辦法 你把別人逼上懸崖了 她當然會大小聲 因為狗急跳牆對不對 所以要關好你的理智線 今天謝謝大家的分享 謝謝 1%牌 下次見 Bye Bye HELLO 大家好 喜歡我們的節目嗎 按下鈴鐺 訂閱我們的二分之強YouTube頻道 最新影片隨你看 精彩內容不漏階 ponieważ 隨便分享好嗎 沒事 你應該不會